机长正在万米高空开飞机 可窗外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瘦小的男人 疯狂和他打招 机长被吓了一跳以为看到神仙 但窗外的男人却大声说 飞机上有炸弹要他紧急降落 可由于玻璃是三人认证 机长听不清楚男人的话 只一息听到了炸弹二子 便以为他是恐怖分子想截击 当即就要赴机长报告塔台请求支援 男人急了 急忙拿出枪响逼机长降落 可没想到却彻底把机长吓傻 直接打死方向盘 想把男人甩下去 更糟的是 剧烈震荡让炸弹提前被引爆 男人来不及救援 只能眼睁睁看着几百名乘客 在万米高空化成灰烬 男人抖直非常自责 怪自己空有异能却没能救下机上的乘客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救援行动 却被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原来抖直是情报局的一名品 及异能者特工 异能是自由漂浮 他这次擅自行动引起了高层老金的担忧 因为同情心是特工的大吉 为此他找来了特工李美贤 因为他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也是情报局最心狠手辣的异能者 老金将抖直的档案交给小美 说不久后抖直会执行一个机密任务 但在那之前 老金要美贤用尽一切方法接近抖直 给他做个全方位的评估 目的是看看抖直是否靠谱 如果发现他有任何问题就当场处死 于是从这天开始 抖直只要在情报局 随时随地都能看见美贤 起先他并不在意 但次数多了后 也慢慢被漂亮的美贤吸引 但由于好兄弟九龙一直在身边 两人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接触 于是为了给两人制造单独的见面机会 老金每次都故意要龙九留下写资料 把抖直直开 而这段时间美贤就会触动 想方设法地接近他 抖直喜欢喝咖啡 美贤便提前等在咖啡机旁 让抖直远远地就看见自己 这让抖直再也安耐不住情绪 决定要和美贤正式认识 于是便藏起了买咖啡的硬币 走到了咖啡机旁 美贤倒好了咖啡就要离开 抖直连忙说自己没带零钱 要美贤借给自己 美贤表面上没有动作 但心里却乐开了花 因为他有超越常人的无感 早就注意到了抖直藏硬币的小动作 意识到这个人已经被自己遗嘱 但抖直却不知道这些 还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真爱 从这天之后两人关系便越发亲密 抖直工作时会主动帮美贤报文件 下班后还会和美贤一起散步 他逐渐从空难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感觉无比幸福 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 随着自己和美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他正逐步走向高层设下的死亡陷阱 稍有不慎就会死的帮演